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中国股票市场在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热点 还有一个长期的热点 中国房地产市场以及美国股票市场的一些影响 当然主要是中国的股市 那我们看到其实在金融市场上面会有一些关键的节点 时间节点 这些节点呢 有一些事件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在3月20号的那天晚上 21号的清晨 那么我是到凌晨2点钟 我都还在非常清醒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就在顶着睡 大家说我这个工作 有时候其实有时候睡眠是没有办法那么规律的 因为美联储的这个纪要太重要了 它的重要性太大了 所以美国每一次一个季度的这个计划 当天晚上我肯定是不睡的 我基本上是会到3点多4点钟再睡 所以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截图 我们看一下 当时这个是这个纪要一发到市场上之后的几分钟 这个市场上的变动情况 黄金的变动情况 这个原油的变动情况 以及这个美股的变动情况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黄金明显出现了一个上涨 然后石油其实也在出现上涨 石油也脱离了原来的这个底部区间 也冲过了这个60美元的这个区间 这个幅度也非常的大 那特别是黄金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度的上涨 又在充斥之前的高位了 那至于国内的这个情况呢 因为我录节目是21号的下午了 那中国的上涨指数也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上涨指数的这个上涨虽然说幅度不大 但是意义还是蛮重大的 因为它在已经在冲击之前的一个高点 就是3129点 马上差4点的时候又回撤了一点 那我们看到这个是利好股市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美联储的这个动作 那如果说它放水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中国的央行的做法呢 应该说应该是会接着放水的 这就我们接下来从前面的那里的话接着说 那美联储既然不能够成功的把整个中国的工业体系连根拔起 在这个事业上重新再找一块地方 或者说找很多块地方把它链接起来 重新布局全球的这个工业生产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就回到它以前的这种传统的金融打压方式 割羊毛的方式 就是让你这个国家通货膨胀 当然这么说好像实在太阴谋论了 那事实上面这个说法 江湖上的传言非常的多 事实上也是会有这么一个效果 那么我觉得的话这个事情可能性有多大呢 应该说怎么样去理解这个问题 如果你从事实的角度上来说 美国现在通胀不严重 而且经济有下滑的这个苗头 同时呢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就业人数 有这个失业人数有上升的这个苗头 那美国的这个股市呢 之前又出现了一波的下跌 现在反弹呢又还不够 是不是说我们先考虑暂缓加息 这个角度也是对的 但是很不巧 我是在30出头这个年纪 看伤不是伤 总是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相互争斗的 我总是每天出去总是觉得别人要陷害我 所以这个想多了 那我们继续往想多的方向上走 那如果我们先不考虑美联储对美国本身的 那他是怎么把卖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的情况 大家注意到 中国的降准已经有好几次了 过去一年的时间 大的降准有四次 那中间呢 还有什么MLF麻辣粉 那这也是差不多类似的行为 这这种行为呢其实就导致了中国的房价 实际上没有 就是在大幅的下挫之后 在2018年的第四季度出现一个缓慢 非常缓慢 非常温和的一个拉伸 那这一波的这个拉伸呢 实际上让一些中小更小的城市啊 他没有这个恐慌 本来他们已经涨不到他们那了 但是他们的一些更小的城市 实际上一些核心的楼盘也出现了上涨 但是我们要注意看一下这个其实是一个回光仿造 因为中国的楼市越往下走 他的拉伸需要越来越多的钱 因为他也是用杠杆的方式来拉的 那这些钱放出来之后 楼市只是稍微反弹了一点点 但是股票市场呢 股票市场应该说在2019年出现了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上涨 特别是深圳成分指数在全球的涨幅应该是第一位的 全球主要的指数里面涨幅第一位 30%多 那美联储就开始观察中国 你居然开始降转了 那你意思就是说 你无所谓你国内的资产泡沫呗 那么你也无所谓你的资产泡沫 可能会会向消费级的产品扩散呗 那么你也无所谓我继续加息 你也不怕我这个资本回撤是不是 居然发现资本还真不回撤 我加息的后果居然是我自己股票先跌 而且跌了之后 对中国来说 只是楼价跌而已 股市当然表现也不好 2018年也很差 但是股民骂无所谓 那房地产市场下跌严不严重 对中国损害重不重 其实很厉害 但这里有个问题 就是我前面仿佛说的 前面一段时间 我用了一个高频词汇 叫冻结 就是中国实际上在信息流通 就是信息自由流通上面 是被冻结的 就是在言论自由的方面 确实是有比较严重的问题 就是被冻结的 大家不知道 很多地方不知道 那还有一个就是价格 房地产的价格也是冻结的 就之前的时候 在上涨的时候 国内就有声音说 要把这个价格给冻结 不能让它上涨过快 比如说像南京 它就典型出现摇号的这种情况 你摇号中签的概率 可能只有5% 你那个一手房造成了什么情况 一手房跟二手房价格倒挂 价格倒挂它说明什么 它统计房价的时候 有时候它只发布一手房价 哪个价格低 它发布哪个价格 那这个样子就导致什么呢 实际上当时在2018年初的时候 2017年的时候 中国的房价实际上是非常之高的 只不过说 我用摇号的方式 或者是我只计算一手房的方式 或者是我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 把它压住 但是之后房价真正出现下低的时候 我把这个放开 你发现你在南京的中签率提高了 或者发现你的套内面积 就是在面积上又做功夫 我实际上我有面积赠送 相比以前的话 我原来是有一个供汤面积 我供汤不算 我只算套内面积 实际上中国的房价 在2017年到2018年底 我一直仿佛跟大家说的 主要城市 大部分的市场 实际上是跌破了牛熊仙 超过了10% 远远超过10% 甚至有些地方是应该是接近30%的 就按我们以前最高房价的那种计算标准来说的话 应该是有30%的下跌 但是因为信息的冻结 因为价格的冻结 所以导致了 大家没感觉房价跌 所以说甘需还是继续该买房的买房 没有太大的 这好处是没有造成恐慌 所以特别在不动场上面 恐慌性要比楼市上要来的慢一点 因为楼市它只要5分钟到一个小时 这个恐慌情绪可以蔓延全球 全球的市场股票市场都会受到波及 只要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 因为全球的媒体太厉害了 是吧 一体化 全世界人民用了几十亿台的手机 iPhone就十亿台 你想要他们会多快的得到资讯 但是房子没有那么快 每个地区有不同 如果说北京跌了 你在你一个上线城市 你觉得你房价会跌吗 你觉得不会 北京是北京的情况 你家是你家 等跌到你家的时候 已经是三个月之后了 没有那么敏感 好我们说回来这个情况就是 美国开始担心 我信息自由流通 股价自由流通 什么都是透明的 最后变成我跌的比你狠 名义上我跌 实际上两个跌的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一直说对标 中国楼市对标美国股市 这两个跌的实际上是一样狠的 只不过表面上中国跌的不够狠 美国跌的更狠 好了 那么现在被他摸走卖了 怎么办 现在就是这个办法 既然全球的产业资本不愿意撤退 你要放水 我陪你一块放 我就开始 当然放的话 因为他是一个大个头 你不能说我即刻转向了 2.5的利息 马上转向 开始直接一口气降到零 好不好 不带这么玩的 这样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 全球的金融秩序就乱套了 你比如说美联储一降息降2.5个点 这可能吗 都是0.25 0.25来 搞了几年 10次才到2.5 你说你一次搞个2.5 全球的金融秩序就是像风了一样的 这不能不能这么做 所以他要缓慢的先停 停了之后再考虑怎么办 那这里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如果这么做的话 中国继续放水的话 当然了一个是股票上涨 这个可能性又大幅的提升了 提升了非常多 但这里我想说另一个问题就是 这个可能造成中国的工业品跟消费品的价格 最后迫不得已也要大幅上涨 但这个问题如果这种上涨的话 就会造成一个很恶劣的影响 因为之前是美国跟他们的企业说 你们不要去中国生产 你们也不要去其他国家生产 墨西哥也不要去了 是吧 很多国家都不要去了 你们最好就留在我美国本土生产吧 这个当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就是美国想要再工业化甚至说 就是把它的很多制造业迁回到美国 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很多方面的问题 但我们前面说了 美国人口没有到4亿5亿 他们的像便宜的网络 像高速铁路或者说低速铁路吧 公路网络不重建一下的话 甚至机场你不重新翻修的话 你不能承受这么多的工业制造业的 好那是美国他自己本土制造业的问题 我们就占不管他 另一个方向说回来的就是另一个方向 美联储这么做的就是他希望中国的这个物价 可能会继续的上涨 因为以前是以政府的形式 让你企业回到美国 我现在你们不愿意回是不是 你们企业要算自己的小账是不是 ok我让你们算 怎么算呢 中国要放水 我陪你一块来 我们一块同步的继续放水 那同步继续放水造成的你这个价格上涨很快 在卖的东西很贵之后 你真正的就会发现 在中国生产的话真是不划算 很多东西都很贵 人工成本非常的高 现在通胀又来临了 怎么办吧 很多中小企业就会算 那赶紧撤离中国吧 真是不行了 东西实在太贵了 咱们还是去东南亚吧 只有用这种很多中小企业算小账的方式 这个工业体系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去挖中国的墙角 就是中国的工业生产价格实在是太昂贵了 因为现在其实就已经很昂贵了 比如说你的厂房是厂房 包括房屋的这个住宅 比如说你工人的工资 你肯定大家都是要吃喝拉啥的 是不是特别是住就房租就占了一个人生活的这个相当大的开支 那你资产的泡沫实际上已经尝试了你之前的这个优势 但之后的话如果说你其他的开销 除了住之外其他的衣食型也都在大幅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用轮成本又会继续提升 到时候这个全球的工业体系它就会在判断 虽然说这个连根拔起在中国 把这个全工业拔起来已经很难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些中低端的全面的撤出中国 那在这个程度上面去打压或者说遏制或者说什么方式也好 或者或者没那么严重 好那我们继续分析 这个是一方面就是工业体系方面的问题 还有另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你通货膨胀一旦真正出现了 美联储就算是真正的维护了美国的利益 因为如果你我们知道中国的现在很多钱 它是资产膨胀出现一个泡沫化的情况 就是大家还是觉得钱愿意留在中国 因为我们前面说的 如果你小家小户的你家里有三套房子 在北京上海呆着大概也有两三千万的资产了是不是 其实原来的话可能在深圳或者上海也没做多风光的事情 就开一个五金店开着开着一套一套房买 你就发现你几千万的资产了是吧 好那问题来了 你觉得你撤出美国的话自己文化程度也不高 去美国把钱去美国干嘛 因为什么呢 我房子值钱东西便宜啊 你想一下房子是涨了十倍的价钱 你用工的时候你给工人涨了十倍的价钱吗 没有吧 没有涨那么多 可能涨三倍 那你吃的时候 你在淘宝上买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之前一直举的例子 你在淘宝上买电视机的时候 十年前一千块一千多块钱买个电视机买个很小 可能二十二三寸二十三四寸 那你现在买你还是一千多块钱 你可以买个三十多寸 这购买力还在提高啊 就是你发现你变成千万富翁之后 北上升了这一群人 你发现你的购买力在中国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下降 于是你并不着急把钱放到美国 或者说这些西方国家去 因为你过去你自己文化程度也不够 你过去你也没办法生活 最多把孩子送过去 了不起了 老婆送过去就是看着孩子 你自己过去也没办法生活 也没有交流也是个问题 那边有圈子吃喝拉萨啥都不爽 是吧 所以那问题就是 如果说消费级的产品 你一个钱相对于这个钱 电视机现在变成了4000块钱 你觉得你还会把深圳的三套房子 继续留在中国吗 那你会考虑 反正老婆在那边 或者说老婆正在犹豫的时候 要不要去美国 要不要去欧洲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了光剑一个暴击 把电视机都涨价了 就是你发现你生活中所有的物资 全面涨价的时候 你就会在质疑你深圳这三套房子 将来会以美元计价 注意我前面一直说中国房价问题的时候 以美元计价会跌多少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会把大量的信用撤出中国 留下美国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二个方向 所以美联储在降息的时候 这两个方向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协助深深根植于中国的全工业门类 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为75亿人 再建工业体系的情况下面 能挖多少墙角挖多少墙角 因为中国的或者世界各地的中小企业 你在中国你必须考虑到生产成本 你也许可以不听美国政府的话 但是你一定会听你荷包的话 你一定会听你自己的话 你一定会不会跟钱做对 你最后你在成本上升的时候 咱们还是走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说的 当资产真正出现大的泡沫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无所谓 因为工业品消费品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泡沫 通胀也有 但是没有资产那么严重 相比之下 把资产留在中国还是划算的 所以很多资产 他没有真正的 就是李嘉诚是走的 但是对于那种几千万几个亿的人来说 他没有那么大的意愿 把钱转到其他地方去 但是如果当你工业产品都出现 消费产品都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 那就是全面的通胀 你就会发现你的房子 你的资产是在贬值的 所以你就会把这个钱转移到海外去 好 那这以上是对于美联储的分析 那我们接下来是偏向于股市的 那么这个大的情况 这是美国的美联储这种做法 那中国有没有什么应对的方式 我觉得以目前的形式来说 有可能是有的 比如说中国现在要推行这个注册制 注册制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说的 一种垃圾到另一种垃圾 那么房子现在已经是 在全世界里面最勤劳的 如果再加上加权的话 因为中国人口庞大 最勤劳的国家的权重 应该就是中国大陆 因为日本体量太小 德国人再勤奋 你没有人口只有中国的十分之一不到 对吧 所以加权上面中国最勤奋的 但是在浪费上面 加权最厉害的是谁 以前都说是美国人 你美国人 晾个衣服还要放洗衣机里面 放烘干机里面亮 你为什么不去太阳里面亮 你为什么不去太阳里面亮 中国人不搞那一套的 那个是吧 你有个花园你要把它挖掉 那么我要拿来种菜 这叫节约 反正都是逛何作用 我这菜还能吃 你的花能吃吗 是吧 说是这么说 但是最浪费的就是在中国大陆 房子建了没能住 本来可以种菜 种花种草的 没能住 就是拿来建房子 建完之后放那里 没能住 没能住 所以在加权上面 因为中国体量也大 你空置率 百分之二三十的这种空置率 是吧 再乘以整个国家的体量 所以全世界最浪费的国家 是中国 所以从这个角度说 你面临严重的问题 这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厂 房地产市场是一块巨大的垃圾厂 那怎么办呢 你要转向另一个垃圾厂 就是股票市场 但这个垃圾厂的话 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是其实它还是 是有相当部分的认真做事的 比如说我身边有很多朋友 那就是起早贪黑 四五点五六点钟起床去干活 每天消费就是那么一点点钱 每天就是非常勤奋的工作 我在北上升遇到的很多朋友 也是这个样子 那中国的很多的企业家的 企业家精神是非常足的 他就是一心就想挣钱 我公司要能上市 获得一点点名望 就是我能混到个第四阶层 或者说第五阶层 有个上市公司的主席住 这个就非常了不起 我就已经算是到达人生巅峰了 就是往这个方案上走 所以有很多的人 他上市是冲着骗钱去的 但我们注意到 冲着骗钱去的人 他反倒是会去这里 去证监会走一走 像以前那种审批制的时候 审批制就是表示什么 你就算公司具备条件 你也得走着关系 你也得花点钱 这个是审批嘛 盖章子是什么 你盖章子要多少钱呢 盖章子一千万呗 当然我是瞎说的 但中国的情况大家都知道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 审批嘛 所以很多企业 他优势优势优势去了美国 那就是说 如果中国有100家上市公司 我们就打他90家 全部是垃圾 90家骗钱的 有10家 有有有有三四家骗钱 骗的不是那么凶的 大概做事的 只有一两家是比较做事的 有一点点效果的 那么就够了 因为的话 反正你都是一个资本的腾挪 只要不是完完全全的空架子就可以 因为真正我身边有些朋友 你真正认真做事的人 他不会真正成天想着去上市的 但是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你处在5050的平衡的状态下 可上市可不上市 是吧 我条件差一点又不差一点 这个时候就关键是你政府的态度 如果可上市可不上市的时候 别人说你就上吧 这个社会有这个气氛 因为你身边的竞争对手都上市 你不上市表示你募不到钱 比如说你在教育行业里面 有10家搞家门的公司 8家都上市了 你剩下送2家 你不上市你就是死 因为别人募集到的钱 是你手上的钱的10倍 100倍 你不上市你就死 这个气氛一起来 这个10家就竞争更激烈 会让这个规模效应 让这个一堂死水 让它迅速的活化 因为你 你原来可能大家的相安无事 但是你 你不比拼这种注册制的话 你最后你最后几名就要被被迫淘汰 出现这么一种状态 所以这个竞争又会加剧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注册制是一个很大的办法 而且让很多 就是深圳这些 北京上海这些 这些富豪们 这些房地产富豪们 这些死鱼富豪们 就是他们的资产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知道这个社会上很多都是骗人的把戏 我这不愿意投 那不愿意搞 是吧 你们这些人就想坑我这两套房子 妈的我在北京上海熬这么多年 是吧 在深圳做这么多年小生意 你们就想坑我的房子 我不上你们的蛋 是吧 去美国 这文化水平太差 英语不行 妈汉堡吃不惯 妈垃圾 你们那个美国垃圾食品 我不扯 你们滚蛋 不要 然后怎么办 那个钱就放在那里 做生意 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 APP 开发APP看不懂 这个搞不来 那个搞不懂 但是没关系 这个社会形成气氛的时候 你不搞你就落后了 就是我前面跟大家说的 加 为什么我觉得要给老师加工资 因为旺势师表 你就应该去尊重他 人才才会有留在教师体系里面 你给老师加了工资 老师才会不会去收理 因为10个老师 6个老师都在收理 你不收理 你就变成傻子了 因为收理没有风险 大家都收 是不是 物价这么高 你不收 你是傻子 你自己还苦哈哈的 别人两三道房子 别人还收理呢 是不是 但是你工资一个月2万块钱 你看一下 10个教师只有两个渣子收理 可能10个教师里面只有一个 在每个行业都有这种败类吗 总有用地勾有的 是不是 你不能指望这个 我们要看大多数 大多数人是怎么做的 所以中国这种做法是让资产 资本留在中国 就是你只要你这个信用不走就可以 或者说我们这么说 就我之前一直说的眼球 眼球是一种权力的象征 当你把眼球投射下哪里的时候 你这就是一份信任 比如说你在看我节目 我特别感感激大家对我这份信任 因为你把你的这个注意力 跟那个很多地方交给了我 你把这个 这就是一种权势 是一种权力 当你把眼球投向哪里的时候 你把房地产投向这里的时候 而没有投向美国的时候 你就是把这个 把你自己身上的这一份能量 跟信用出现 发生一个转移 所以你不看美国 你看中国大陆的 你把房地产市场转向了股票市场 于是这股票市场是在上涨的 看涨的 而这个房地产市场 因为你眼球的这个转移 它就变成了一个看空的状态 所以OK 我们说了一大圈 总结一句 中国股票会上涨 所以但我这个就不是说 因为我没有办法 像国内的黑嘴这么说 我给你推荐一支股票 我跟你说 我不说这话 我再不说 然后也不再说 这个点位要具体要涨到多少 整集都在说这个点位什么 我不这么说 我说的是 背后的整个成因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跟股票市场 它在资本的流动 在是怎么样牵引你的神经跟你的眼球的 你的眼球跟你的神经 是怎么样被这些因素拖拽的 那么这拖拽的背后的动因 跟整个全球局势的这个链接 应该我们要怎么样去细细碎碎的去算计它 好了 那么我们就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 我又不多说了 那很多观众朋友会说 哎呀 李先生你不要那么多批发了 你就快点告诉我A股可以涨多少了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的话 我就是 是吧 像我那天晚上很着急 21号 昨天晚上 那我的话 我要是知道美联储这个纪要 因为不加息这次上月份是百分之百的 这个是市场功能 但是他后面那个纪要怎么说很重要 他说9月份之后很可能就开始停止说表 是吧 这个之前没有那么确定的信号 他也没确定说今年的这个 今年肯定不加息 基本上就不加息 这个话我们是不知道的 是吧 这个时候他们自己内部能知道 而且还不光有这个因素 万一今天像之前那个波音公司摔了 摔了两架飞机半年之内 万一今天起来哪里地震 当然我们不期望这么不好的事情 万一有一个什么大喜事发生了 你怎么可能遇见到 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 好的 那我们就只能挽回梳理 我们可以遇见的事情 就是我们总结这两句说的 就美联储他的这个态度是 首先我们注意 他是维护美国利益的 以他自己的方式 维护美元的地位跟利益 那这就是在维护美国的利益 OK 这是他的本分 这是他的本分 我们应该支持是吧 每个人应该做好自己的事情 这个我们没有什么好责怪的 不管他对中国做了什么 一般来说这份内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全球资产价格的变动 比如说他即使的我们看到黄金 原油 甚至说这个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出现了一个大幅下跌 一口气几分钟跌了 百分之0.4% 百分之0.5% 这个是非常大的幅度的一个下跌 那 之后我们又说到这个对中国工业体系的一个判断 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去再为75亿人口 再建一个像中国这种规模的基础设施 为工业化做一个准备 也没有办法去追求一个像这样全工业门类 又有低阶的生产又有高阶的生产 又有这种北上广深这么厉害的人才系统 也有这个咱们中西部地区比较可怜的同胞们 很辛苦愿意在现在仍然在愿意在学汉工厂 一天在富士康工作十几个小时 那这种非常富有层次 而且有生态系统的这种受教育程度也好 工业体系也好 这种基建体系也好 你再去全球寻找这么一块地方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TPP事实上现实上就是一个破产的一个状态 因为这个世界不再可能一个 你还在在建一个如此之高效的这个工业贸易体系了 不可能了 那么美联储它现在的这种地位 你必须要去跟随中国的这个脚步 你至少在适当程度上可以打击中国的中低端的制造能力 更大程度上的打击 因为你用美国政府这种 我特朗普发推特说我喜欢你这样 我不喜欢你这样 别人不会的 别人每个人自己心中都有一把 一个小杂本 就像这个意大利一样的 你不是说你美国说什么 你说整体上大概听你一下就不错了 就把你当大哥 我给你面子 我就人人都把你当大哥看 就给面子 但是说到算戏战的时候 你必须这个你要遵从你的内心的意志 你的荷包 古不古是不是 那这个时候如果中国的这个资产泡沫 开始向消费品蔓延工业体系蔓延的时候 那么每一个中小企业它就开始算计你的这个成本 到时候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瓦解中国中低端的这个更大程度上瓦解中国中低端的这个贸易体系 工业体系转向其他的市场 而在最高端的领域呢 美国可以或许可以有相当大程度迁回美国的这个情况 然后大家一上一下去瓦解中国的这个整个工业体系 你不能完全搬出去 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你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啊 那我美国是不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有一个更大的在未来工业上面有更大的竞争关系啊 而不是说全面的被动啊 那至少啊 这个苍蝇漏少也是漏啊 是不是也要吃啊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 那么我接着就反过来说了一下 就中国的应对方式 比如说啊 面对西方要求开放中国资本主义资本市场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又说了这个中国的这个浪费程度非常大啊 然后你必须要转向把你这个国民的注意力转向的这个问题 要转向这个让一些真正愿意做事人的这些企业啊 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被上市公司收购 你们或者说自己成为上市公司 那么你这些钱呢啊变得到更有效率的人手上啊 这些这种方式来抵冲这个资本外流 特别是产业资本外流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因为产业资本一旦真正外流的话 这个国家就空心化了 你的这个金融资本它是不会久待的 金融资本今天在这明天就走了 他是一点感情都不会眷顾的 不像你还有工厂还有工人在这 你没有那么好说话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中国的话会加快推行这个注册制 是跟股票市场这个拉升 否则的话北上广深有很多的大户中户 这个国家比较有钱的人 他最后会忍受不了这个资产膨胀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股市包括注册制是一个大池子 它可以让很多这些钱呢去容纳进来 否则他会流向会流出中国流向美国 那最后的话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国内在房地产市场是过度 不饱和的这么一个状态下 而你自己的发现钱在涨毛的情况下面 居然没有任何的投资手段 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把钱转移出去 所以国内的应对办法 注册制你看一下推行的速度 我觉得以后也是应对美联储 应对整个世界的挑战的一个办法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可能也是全国范围内的一次大的阶层洗牌 但这个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活力所在 其实这种洗牌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我是欢迎的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做好了更充分的准备 是吧我做基金啊什么的 我这样做咨询啊做这些 我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同时我也觉得中国的阶层固化已经有越来越重的倾向 也要把这个资本呢让它从房地产市场移出来 要有进行更大范围的腾挪 而这种腾挪呢实际上是可能的 很有可能是往更加高效的一种方式上走的 好的 那么我们这一集内容差不多就说到这里啊 结论就是中国股市盘子可能会越做越大 整体的话会略略为看好的这种状况 因为很多海外朋友指望着或者说我能乐出来了 中国不乱一下感觉我这瞎折腾是不是 我这个做空都白做空了 我能乐都搬出来了 就让中国没事很希望这个样子 但是你希望可能稍微早了一点 也许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问题可能不是来自于你关心的角度 它可能是一些我觉得可能是一些其他方向跟角度 会出现一些问题 好的 那么我们这集内容就说到这里 没有直接说股市的问题 但是其实已经说的很多 说的很透了 OK我们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